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有看到吗 有画面吗 有哈 声音画面都有哈 好的 有就好了 提前几分钟来是测试一下看效果 到30分还有3分钟 然后我们准时开始 上一次 上一次在那个什么 上一次在哔哩哔哩直播都已经是 大半年快一年之前了哈 那个时候好像还在 还在俄罗斯 好久好久没直播有点不好意思 专门弄了一下发型 哈哈哈哈哈哈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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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OK没问题 几点了 还有两分钟 其实我觉得现在 其实开始讲还好 现在坐在这里 无所无所适从有点 还更 聊点什么吧 待会你们想我讲的什么 其实我今天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那个 就今天晚上讲些什么 都已经想好了 但是 其实 你们想我讲什么 我可以争取一下你们的意见 可以操作调整 看狗 看鸟 想看柴犬 柴犬在楼下 待会 待会休息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吧 怎么突然这么多 UPUP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功能 好 谢谢你们UPUP 但是不要刷屏了 等下大家可以就是聊什么 可以看得到 俄罗斯求学经验 嗯 可以 待会就 待会我画画的时候 可以一边画一边跟大家聊一下吧 因为主要讲 今天会讲一些知识点 讲完之后做个示范 然后 然后 边画边聊吧 参画的商业性 参画的商业性 可能会涉及到一点点 聊英语 Really Are you kidding me 用俄语 Hello show Hello show That's what Danny 教俄语 我可以教你怎么说 俄语里面怎么说那个 给我一个袋子 Bagget 因为去 在俄罗斯的话 基本上老是还是说英文嘛 所以 俄语其实懂得不多 就是生活用语 去超市里面要买东西什么 你要会数一二三啊 将你们数完一二三 我就开始啊 俄罗斯一二三 一就是 Ajin Ajin Ajin就是一个 你说我要一个 就Ajin 然后二呢 就是 Dewa 3就是3 OK 你会数一二三 基本上就够了 买东西就是一二三三个 不会太多了 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开始了哈 呃 大家好我是黄光剑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 就是一类邀请我来参加这个 直播活动 那么今天我为大家就是 准备的这个题目呢 是叫虚与实的塑造啊 主要会讲一些拼写式风格的绘画里面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 就是怎么去控制画面的虚实关系啊 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时间安排上呢 我会就大概前面半小时啊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嘛 哈不再不超过一个小时 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 我们会就讲理论哈 就是理论部分 可能呃 主要因为这个时间很很紧嘛 主要是用一些案例哈 大家要看一些分析一些图 包括我的作品和其他的一些 一些人的作品 然后呃 来分析一下 就是从那几个要点 比如后面我们的几个要点 去讲这个理论 然后讲完这个理论之后呢 就是我会做一个现场绘画示范 那就是一个大概会有两个小时 左右的一个绘画演示 嗯从头起稿画一张画啊 那但是这个画可能 就因为两个小时嘛 可能就比较快啊 就一起把刚才讲的一些内容 我们在画里面也就是呃实践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安排 好 好因为那个上课习惯了哈 都会一般都会做个PPT 这样思路清晰一点 嗯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呃 我姓黄 明光剑 啊就是 最近上映的那个星球大战里面光剑的光剑 但是我是黄啊 黄的光剑 嗯 主要是画就是CG插画为主 然后也画一些油画 嗯 差不多这样啊 大家如果想看我的个人作品的话 可以在就是我的个人作品网站上面啊 可以就这个这个网站上面可以看到我的很多的画啊 是分年的呃 从业大概十几年吧 才从05年开始就每一年都放自己的作品上去 陆陆陆续续可以看到每个阶段的变化和成长 呃 就是CG原画 比如啊 CG插画啊 或者是游戏原画啊 啊 概念设计啊 差不多是这类的啊 数码绘画为主啊 近两年在学习画油画 去年去了俄罗斯列宾美院去进修 然后学了一年 嗯 基本上绘画一点了 然后最近也是自己画一下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 平时呃 呃 呃 有就是给学生上上课啊 然后啊 带公司的小伙伴们一起做做外包啊 大概这样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虚与实的塑造啊 但是呃 讲这个虚与实的塑造之前我先要讲一下 因为我们在B站上讲这个内容哈 B站上基本上是二次元啊 日式韩系 呃 尝试多一些啊 所以B站上朋友们经常看到的二次元的风格 或者日式日系的一些风格 他们可能在虚实关系的呃 就是要求上面哈 不会像我呃 今天就是我讲的这个题目这么多 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针对的主要是一些篇写实的作品 比如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图 那比如我个人的一些我个人的作品 啊 比如我个人的作品里面就这种啊 偏写实的偏写实一些的风格啊 这样作品里面的画面里面我们所说的啊 虚实关系的营造 这种风格的作品啊 啊那大家也刚才也说到说呃 平时大家可能看到如果B站上比较多的这种日韩风啊 啊这边也有一些就像这个这个不说话呢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日韩风的日韩班的学生同学们画的啊 他们画的一些日韩风的作品啊 里面可能就是线稿为主这样的一些风格就 今天我讲的那种可能用不上啊 在这种这种风格的作品里面基本上就很少出现 即使出现呢也会以一种啊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呃 那个你怎么去计法啊就是怎么去实现用哪些计法可以实现 比如这种啊日韩风里面的虚实里面最简单一个计法就是模糊啊 就是模糊这是最这是虚实关系出现出啊处理的计法里面最最简单的方式 比如你看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地方涌到了小模糊啊 大部分就是平图呃和简单渐变啊边缘的这些虚化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模糊工具啊动感模糊啊或者是模糊啊 这些都是日韩风里面的啊这里有一些景深啊景深透视的 啊聚焦的地方比较清晰然后呃不聚焦的地方就是虚掉的地方就是模糊的啊 这最简单一种计法可能在日韩风的作品里面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啊 这些都是同学们画的同学们画的画 好所以今天我讲的主要是不是针对这种风格的啊 主要针对我我自己的我自己画的一些作品啊 我刚才看到的我的作品 我的作品里面啊这个是我的作品啊我的作品里面的这样的一些 虚实取舍关系的处理 那通过哪几个方式来处理呢我们一般是通过这几个方式啊 我们要从构图设计光影细节边缘色彩空间 这几个角度去安排画面的虚实啊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日韩风的作品里面有一部分的用到了模糊效果去营造这种虚的感觉 其实也是在这里面啊但是它是里面很小的一个层面啊 仅仅是对于边缘的虚化处理啊边缘的虚化处理 但是边缘虚化处理的技法除了模糊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技法 待会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构图哈怎么通过构图来营造虚实 其实我们在画面里面画画的时候首先你在画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构图对不对 那这是我呃之前画的一张作品叫做春 春天的春这张构图用了以前比较不常用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呃 用了一个平面构成的效果哈就是呃 看到后面有一些就是类似于虚拟空间啊 另外一个次元啊平面组合的一个构图思路 但这张画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呃所谓的虚啊什么是虚 虚就是画面的信息较少的部分 实呢就是画面信息较多的部分 呃我们看到的虚比如说有些部分是 看比如这个这个边缘啊有些地方是清晰的 有些地方是模糊的就是模糊的就虚了 清晰的地方就是实的呃 比如说看到有些地方啊看起来 啊这个圆呃这个空间的层次感呢 有一个远近关系有些地方 觉得看得特别清晰像是聚焦了一样 有些地方好像是推的很远 好像是呃推到远处的空间比较虚掉了一样啊 所以其关于虚实的理解我想大家不难理解啊 关键是可能这个理解的定义呢 我们需要把它再扩展一下啊扩展一下这个思路 呃比如说刚才说了构图的虚实啊 啊其实可能很多同学可能能够理解空间的虚实 能够理解边缘的虚实能够理解层次的虚实 但是你们你们想到我构图其实有虚实的啊 啊构图我们在画面里面摆放位置的时候 首先你就要想到这个画面哪些地方是要呃 啊视觉表现的重点哪些地方其实你不用画任何东西你画了反而会难看啊 比如说这幅画我们看一下画面的下方 其实很多地方有留白啊 留白的地方其实就是构图上我们所空出来的部位 这地方所有留白他信息几乎为零 但是这个看起来是为零的信息 但是跟整个画面组合起来他是必要的一部分 他就是画面中的虚 那么我们有信息的部位呢就是画面中的实 啊我们在画很多在比如中国的国画里面 有非常多的留白啊就比如这幅画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构图啊 大面积的留白有点像嗯就是呃就是 其实这幅画有点就是虽然是用写实的方法来刻画啊 其实有点像中国国画里面那种意境啊 我想比较像那种中国风的那种 啊留白和虚实结合这种意境 呃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会不会会有会不会有一种经验啊 曾经有过一种经验就是你画了一个角色 然后你要给他加一个背景是吧 然后你加背景的时候怎么加都很难看会不会有这种经验 会不会有就是你很想加一个背景 加个背景但你角色画完了以及细化完了 但你怎么加那个角色被那个背景就很难看 呃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哈就是有些图它有背景 比如说这画有背景啊比如像这种画它是有背景 背景可以让画面很好看 但是有些作品呢 其实 即使你没有背景它也会好看 比如说有些图啊 它就适合没背景 这个是我前两个月画的一张就是偏设定 概念设定的一张图 那这种图的作品做呃 我画这幅画的书中其实就是为了表现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 其实我也尝试给他加过很多的背景 但是觉得怎么加都都觉得嗯 其实是不太合适 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它自己的造型啊 它是比较呃相对相对偏复杂的啊 然后它的边缘龙廓呢 其实也是这种曲齿关系比较多啊 就是一会吃出来啊一会凹进去啊 这种起起伏伏的关系比较多 所以它本身自身的信息是含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当你在旁边再加入一些呃背景 可能是山川可能是建筑可能是上楼空间内容 它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弱化它啊 因为我们在看一个画面的时候啊 现在是讲构图哈 看一个画面的时候呃 画面中的信息含量 当它到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啊 如果再增加信息的话画面可能就会显得就是很繁杂 人家大家都不愿意去看这幅画了 呃因为信息过多会让人就是大脑爆炸 啊就是不想再继续看 其实信息太多看的很烦 但信息太少了觉得空洞 所以当一幅画你要平衡这个信息的时候 当角色啊如果说它信息量足够 其实你不需要太复杂的背景去衬头的 那比如当其他的一些画一些画啊 比如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身上的造型 没有刚才那个角色造型那么多的变化 那大大大部分是一个整块的造型上面加一些点缀 所以这个角色它在画面中呢 它可以跟很多啊较为啊复杂的一些背景相配合啊 所以你在构图上也要啊考虑到画面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一些感受 那当你想要加一个背景的时候 角色跟背景相配合的时候 你要考虑画面信息中啊构图上虚实所带来的一种啊 视觉上的跳跃感啊 这可能这句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点 呃让我们感觉有一点点抽象哈 嗯 其实呃比如看这幅画吧啊 看这幅画我们把它缩小一点看 看这幅画里面比较复杂内容哪里 这边一个啊女性角色是一个对不对 然后这边啊一坨啊小兵是一个啊 这是两个信息量最大的两个区域 然后还有呢 其实这个部分信息区也很大啊 信息量也很大 就是右上方我们的这个呃 我画了这个建筑的部分啊 这都是圆图啊圆图你们可能没见过 放大之后是这样子这个效果的啊 细节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有其实其实有很多的色彩变化 还有很多的纹理变化也有很多信息 但是他的呃信息的复杂度呢是弱于呃另外两块的 那我们要把这三块组合在画面里面需要一个结合 就是人第一眼看哪里 第二眼看哪里 第三眼看哪里啊 首先其实要说细节量的话 右下方的这些人的细节量很多啊 左上方这个人的细节量也不少啊 他们两个其实差不多的 那么怎么能让第一怎么能让人第一眼看这个位置呢 就是利用我们画面中的虚实哈 因为他在构图上啊构图的虚实构图上 他是占据了一个画面中心的位置哈 虽然不是正中心啊 但是也算是偏中心的位置 因为我一般不喜欢把主体放在正中心 放正中心我觉得不够别致 我一般会把主体放在0.618 黄金分割点的部位哈 这个部位 然后他站在画面较中心的部位 而且他光影的啊 是直射到他身上 然后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这个人的身上看到的是更多的细节 构图把画面中的节奏和虚实关系中的啊 视觉重点引到到引导到了这个人的身上 那右下方这个这些人呢 他虽然信息量也很大啊 很多小兵嘛 但是他们的位置哈比较偏啊 他是偏右下方偏下方的 所以人会主要看啊 首先看画面中心 然后啊 再看画面啊 就是边缘的部分啊 然后再说到右上方的这个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其实信息量也不少 但是他跟主角之间我选择了一个东西去隔开他啊 就这个翅膀这个翅膀和背景远处的这些虚化的部位 形成了一个隔断 让主角的石和外侧的细节 跟他进行了一个分割哈 所以这个构图的安排上 要用很多方式来营造画面的重点 如果说直接让右上方或者右下方 这些角色比较复杂的角色 跟我们主角靠的很近 在构图上靠的很近的话 那么这个虚实关系就会散乱啊 画面的信息就会散乱 比如说我让两个小兵飞起来跳在这个翅膀上面 要砍他什么的 或者一个长翅膀的 一个小兵什么也飞在这里就要打他什么 这个画面肯定就会乱掉 所以这一块是要空出来的 这个其实虽然不是完全的留白 跟刚才我们留白的一个构图的含义是很相似的 就是构图里面我们我想可能大家 其实看了很多公开课啊 或者是也学过美术 或者是上过培训班 应该对于构图里面的一些内容 就是其他的很多老师也讲过 比如说构图有引导 视觉引导里面有很多隐藏的线啊什么的啊 这个构图里面通过构图来实现画面的 视觉的安排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段啊 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构图可以讲很多啊 今天我们主要讲虚实就提一下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说第二个什么光影的趋势啊 光影 呃打光对一副偏写实风格的作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我一讲课我家的那个小怪鸟就会捣乱 就会捣乱 好所以大家无视他的声音就好了哈 是一只小鹦鹉 好 光影来云造虚实 这里我们要背个口诀 它就是明时暗虚 啊 近时远虚 没有啊 首先明时暗虚 明时暗虚就讲是光影 光影的虚实 所以什么叫明时暗虚 就是被光直射的部位 我们画的比较实 这个实的意思就是说 刻画比较精细 细节比较丰富 啊 呃 数文关系比较完善 比较立体 那暗虚呢 暗部就是我们画的比较虚 啊 你看看这里是不是有明暗 两个部分啊 受光部分我画了很多花纹在这里 而且对比度很强烈 那虚调的部分呢 暗部部分呢 我们就画的比较虚 但是你看 虽然是虚 但是仍然是有细节 有信息在里面的 但是它这个信息呢 是没有实的部分那么多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暗部的虚 亮部的实 呃 实现这个方式通常是呃 有几个方式啊 一个方式是亮部我们 造型啊 较精致 其实暗部可能也有造精致造型 只不过我们不画它啊 亮部造型比较精致 画了多一些 而对比度强烈一些亮部 对比度强烈 比如高光啊 投影啊 其实当被一个物体被画面 被光所直射的时候 它必然会产生比较亮的 受光部位 也会产生比较暗的投影部位 那么这一亮一暗 一暗 然后就有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对比度关系 啊 增加对比度是一个方式 增加细节度是一个方式 增加细节度是一个方式 然后你多花点时间 多刻画一下 也是一个方式啊 那暗部呢 暗部的虚 暗部的虚 就相反了 少点花纹 少点刻画 画的虚一点 那是暗部 但是我们说啊 最难画的其实是暗部啊 亮部你要刻画写实 就画的实 你画的时间 画的精力 把它画细点就好了 其实还是好实现的 只不过你要画的特别好看呢 那还需要点时间和功力啊 就慢慢练 但是所谓暗部的虚 你要表现的好的话 那需要一定的感悟 和一定的就是审美啊 不是你想画好 想好就能好 就暗部不是你想画好 想想好就能好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要理解 我们讲怎么理解啊 暗部的虚 不是一味的就是减少细节 或者减少信息 相反暗部也可以藏很多信息里面 而且这个信息可以非常好看 这信息包含了几个东西 一种是暗示 一种是暗示 暗示通过什么 通过一些 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文理画笔 现在提到一些技法 用一些文理画笔 这里有一些文理画笔 用一些文理画笔来 暗示暗部的细节 可能暗部里你也有画文 但是你不需要画那些画文 你需要用一些就是错综复杂的一些文理 文理画笔 来概括这些画文 这个文理画笔 它比平图的画笔来 来的多一些信息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 还包含的一些信息 因为它有镂空 有交错 有笔触感 暗示暗部的细节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色彩 我们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理论 其实我也经常看到一些其他的画家 或者是教科书上有写一些 就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亮部 我们的是细节丰富 暗部呢是色彩丰富 其实我们画好色彩很多时候依靠暗部 暗部 暗部 所以暗部的色彩 我们要通常让它丰富起来 所以你看一下暗部 我用了很多颜色 但是暗部的颜色 通常要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 就是在比如说蓝 我这里有蓝色绿色黄色 它们都是很微妙的变化 哪怕把这个暗部放很大 放很大 你看到是很和谐的 其实我把暗部这小块放很大 你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对不对 可以看到很多色彩 很多小纹理 但是它是有变化的 因为我用了不同的纹理画笔 经常换一些纹理画笔 能够让这个信息变化更丰富 你只有一种纹理画笔就是一种信息 我们要暗部的丰富的信息的话 我们要多几种画笔 它不同的类型的画笔就放上去 但是放上去之后很容易变成花 变化 所以说要控制它的对比度 要弱对比 明时暗虚 虚的一个代名词就是弱对比 对比很弱 色彩的对比弱 素描关系的对比也是弱 但是这个弱里面控制它的变化 做出丰富的变化 那其实很难的 我们要画强对比其实很容易 你画一盒一百很容易 对不对 但是你要在灰调子里面做出很丰富的变化 它必须把握得很精准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大家去控制 明时暗虚这个理论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 当然讲了光影的虚实 我们不看PPT 我记得一下 还有边缘的虚实 边缘 边缘就是形 我们画很多造型 这些形的边缘是有虚实的 比如刚才看到 这幅画吧 这幅画刚才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形的虚实 就是这个肩膀 我用这个笔触把它糊掉了 模糊掉了 这个笔触讲一下技法 这个笔触怎么做到这种虚化关系的 我记得以前我画画就是 大家可以看我13年12年 特别12年以前的作品 是不做边缘虚实的 去发问了各种网站 上面的作品12年以前是不做边缘虚实的 就是后来我看到很多其他大大门画的那个画呢 就很好看感觉特别精细 特别是处理的特别 特别精道 尤其是在边缘的处理上 所以后来我也开始做一些边缘的虚实处理了 然后边缘的虚实处理了 其实有很多技法 我之前就是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 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 就是凌染嘛 凌染 然后之前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这个边缘这个虚化的效果是怎么处理的 是不是用涂抹工具啊 然后链染说其实不是图抹工具 他就是画的 就是画出来的 就用画笔就能画 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讶 怎么就是用画笔就能画出这个 就是这种虚化关系 感觉做的特别自然嘛 对吧 后来其实我发现其实也不难 其实你吸背景的颜色 往里面画轻一点 然后再吸里边的颜色 往外面画 就基本上就能慢慢的就做出这种效果了 所以一般我还是说 我建议说 如果说是基础较弱的同学 或者新手的话 你一样你想做这种边缘虚实关系的话 你先把它画实 就是按照正常的一个画一个技术男 不是就是正常画一个男人嘛 这个叫嘛 写方机先画出来 然后你在吸外面的颜色往里面刷一下 在吸里边的颜色往外面刷一下 多刷几笔就能做出这种虚实关系 其实这个不难 当然图抹工具也可以做 图抹工具也可以 图抹工具有些笔刷可以用 但是我觉得真正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知道哪里该虚哪里该实 但是技法其实都很简单 技法就像我以前以往 以前一样以为 就是说掌握一个好用的图抹工具 可能就能做出边缘虚实了 那其实哪怕也没这个工具 你仅仅只是用普通画笔 其实也能画出来 那到底哪里该虚哪里该实呢 我们分析一下 就当你看画面里面有一段特别长的线 分割画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一种不适感 你要打破这种不适感 就要用东西去打断它 打断它的方式其实有很多 我飘两包花瓣在这里也打断了 我这里一根树枝斜下来也打断了 我一只飞鸟停在这里 其实也打断了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来打断 那虚实关系来打断呢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而已 当然我们打断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我上面用飞鸟打断 旁边用叶子打断 那这里我就用虚实关系打断 这样我就可以用 把这个线条做的比较灵活的方式很多 结合起来 不是所有地方都要用虚实关系全部 模糊掉 那样就比较单调 而且边缘的虚实处理方式 其实有很多种 像这里是我用纵向的画笔 其实就是用的方头笔 常用的纵向画笔 这样就是来回涂抹的 那上面我用了一些纹理画笔 这个边缘 因为这个边缘是脸的轮廓边缘 我要处理它的虚化的话 要处理的非常精致 不能像这么大条线段上面的涂抹 这样子把它做的很粗犷 有些地方精致 有些地方粗犷 脸这个位置 一定很精细的去打磨 所以这个边缘我做的比较细致一些 比如有些地方用文力画笔 有些地方用一些纵向的 像刮刀一样的画笔 让它有一些变化 所以说哪怕你去打磨 去打虚这个边缘的时候 也可以多做一些笔刷的变化 那为什么我要让这个部位虚化 就颧骨这个部位虚化 还有脸颊下方这个部位虚化呢 因为颧骨这里 颧骨这里 它是凸出来的一个结构 凸出来结构 所以它受光 这里有一阵光打到上面 打到脸颊上面 打到上面之后 它会怎么样 大家一个常见的一个印象有没有 就是反光对不对 对反光哈 反光的话 就是我们把这个称为什么 称为豪光 就是强光打到一个物体上面 然后反射 形成边面有一圈光运 就是豪光 所以我们利用豪光把它虚掉 这种方式 其实是很结合实际的 就是实践的 我们实践经验可以看到的这种虚化 这种虚化是完全有理有据的 就是不是说你随便乱虚的 像这地方其实就是乱虚的 就是我实在是觉得 这里太难看了一定会陷下来 他必须得就是把它给虚掉 这种虚的话是属于 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画家 就是就画者自己的一个 出于自己审美喜好上的主观判断 给他画的 就像我们画一些颜色 画的不是所有颜色都是真实的颜色一样 会加一些自己主观的一些色彩 莫名其妙的一些颜色夹在一些地方 这都是主观判断 但是有些地方我们的虚化 是处于客观判断 这种客观判断 我觉得它更重要 更重要 客观判断来的 刚才说的这个豪光 是会产生一种光运的效果 我在这里虚掉的话 就会虚出一些小点点 它其实就缩小看是光运 放大看是虚化 这地方就变得比较活 轮廓就比较活 我刚才还没讲 为什么要虚化边缘 为什么要虚实变化的边缘 虚实变化的边缘 是给人让觉得就是能够营造空间感 并且让画面显得比较灵活 比较火 抠死了就不好看了 好 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 就是脸颊下方 脸颊下方这个地方 其实人的脸颊下方 都会有一个 就凹陷下去对不对 就是往下有点凹的感觉 往下面有点凹 就是它其实形成一个 向后转的一个轮廓线 向后转一个轮廓线 对吧 轮廓面 这个面跟上面这个面 颧骨这个面 其实是两个不同趋势的面 颧骨是向外突 向前突 脸颊这地方是往后面 往后面转 往里面走 往里面走的东西 就是会远 远的话我们就虚掉 所以说近时远 远处 远处 往里面转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它虚掉 到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口轮杂机 口轮杂机看到没有 口轮杂旁边是一块凸起来的 一块向外凸起来的一个结构 大家应该学了人体应该知道 口轮杂旁边这一圈 这一圈其实向外凸 向外凸起来轮廓 我就让它这个轮廓稍微就是向外 就是清晰一些 就是让它近一点看起来 其实要说一个人的脸上这种起伏变化 其实没有那么远和近 没有太远也没有太近 它只是一个小变化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就是你想要把一个画画的特别虚实 效果特别好看的话 你要把一个小东西当成一个大东西来画 把一个小物体当成是一个大物体来画 脸是一个小物体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像山那么大的 庞然大物来画的话 你就能分析出它的虚实来 所以这个是边缘的一个虚实分析 实际关系不花太多时间 已经半小时了 我们还有好几个点没讲了 还有什么空间的虚实 层次的虚实 其实刚才他们讲到其他方面的虚实的时候 免不了会提到空间的虚实 层次的虚实 免不了会提到这个 那什么是空间 它就是远 刚才说近时远虚 刚才讲明时暗虚对不对 还有近时远虚 这个大家应该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经验 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放到人物来想来讲的话 比如这个肩膀比较近对不对 这个肩膀比较远对不对 那这个肩膀就实一点 这个肩膀就远 就虚一点 这个就很简单了 那近处时我们画的细一点 皮肤的纹理都画出来对不对 远处虚呢 你看远处虚是怎么虚的 远处虚 刚才说远虚是不是就信息少点 我们少画点对不对 少画点 但是少画点就不好看 跟暗部一样 暗部一样虽然要虚 但是我们要信息藏进去 暗部通过色彩藏信息 远处通过什么藏信息 你看我用什么藏的信息 远处的信息是什么 远处的信息其实是空间中的粒子 用空间中的颗粒来表示信息 因为远的在大气空间中 在地球上 这个理论只适用于地球上 外星人 外星上不实用 火星上不适用 太空中不适用 因为太空中没有空气 没有空气 就是没有粒子 可能有星际尘埃 但是不会那么密集 大气环境中 因为有很多小颗粒 小灰尘 小粉尘 头皮屑 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就会形成空气中 很多小粒子 当一个物体远了之后 这粒子在视觉上 看起来就会堆积 所以你要 当这个东西很远 你要透过这些小粒子 看到它的时候 所以这些 这些小颗粒 就会堆得很厚 所以说越远的东西 就会 前面就会越覆盖 很多这种小颗粒 我们利用这种空气中的粒子 来暗示暗部的信息 所以我们画面中需要信息 近处可以用刻画来表示信息 远处呢我们用一些 就是空气中的小粒子 来表示信息 但这个粒子画到什么程度 你来判断 可能你空气中 我这幅画里面看去有风 风会吹出粉尘 而且好像后面还有瀑布 还有水 水花有 这个多一些 所以但是也不是所有地方 都得就是这么多小颗粒 大家控制的来吧 反正至少空气中的灰尘 是肯定有的 ok 当然这种小颗粒的绘画的话 也是需要借助不同类型的画笔 这些画笔的话 尽量做一些变化 多几个层次会好一些 远处的虚化 除了这种颗粒表现的话 其实也是弱化对比度 降低饱和度也是一个方式 近处饱和度高一些 远处饱和度低一些 会显得虚实关系更强烈一些 但是也这不是绝对 不是所有绝对 不是说远处这个就一定要低饱和 通常在同样的光影环境下面 会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都是阴天 都是阴天远处也不被光源直射 远处近处也不被光源直射的时候 我们近处远处的饱和度 基本上遵从这种关系 就是近暖原冷 近时远虚 近深远浅 近大远小 近处饱和度高 远处饱和度低 大概是这样 但是你说近处我是一个灰色的球 很远地方我有一朵红色的花 那谁的饱和度高 那肯定红色玫瑰虽然很远 但是保护度也高 近处你是一个灰色的球 它没有饱和度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去钻牛角尖 我说是相同的状况下 相同条件下面来思考 还有在相同的光影下面 这个我不仔细去发散下去了 这个大家思考一下 为什么必须加一个条件相同的光影 你思考一下 好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刚才看到的要点 我看一下 设计的虚实 设计的虚实 我就忘了讲设计的虚实 设计的虚实 应该先讲的 比如这幅画 这幅画设计 主要讲 主要是表现的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 设计 其实很简单 两句话讲完 我们不每个点 每个点讲的多 两句记号讲完 怎么呢 就是 实的地方设计精细一些 虚的地方设计简单一些 但是 这是一句话 先从一句话 就是你要实的地方 就是吸引视觉的地方 视觉重心的地方 设计精细一点 然后 虚的地方设计简单一些 这是其中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实的地方设计整一些 虚的地方设计花一些 这句话比较难 比较难理解了 对不对 就是说 实的地方你要设计的比较 让人视觉能够集中 就是 什么叫整一些呢 比如说 你看这个精致的造型 看起来很复杂 比较复杂 比较细的地方 但是它很集中 它集中在一个小块 就叫一整块 然后旁边其实 也有很多地方 就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虚的地方 这一块看到没有 这一块其实细节不少 细节不少 它其实是一个次重点 但是它为什么 没有我们视觉中心 那么吸引眼球呢 因为它比较花 它没有那么集中 它很多细节是比较散乱的 人看东西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 先看比较整的 就是一目了然 可以看出很多块状的块面 就是比如大块的胸甲 大块的肩胛 大块的腹甲 然后这里虽然很精细 但是集中的面罩 就细节很集中的面罩 看起来不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很烦 大家会先去看这些地方 看完之后再去看一些其他的有点花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你在设计的时候 首先把这些设计的虚实先摆好 其实这个可能比较好 不好理解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看这幅画 这幅画 视觉中心肯定是上半身 对不对 上半身 然后上半身 我为了让上半身凸显 上半身的边缘是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边缘都很简单 所以衬托出了中间的复杂 大家就看中间去了 但看一下下半身 下半身按道理说是一个次重 就是一个就是比较不重点的地方 对不对 不太重要的地方 希望大家就是先看中心 然后后面再看的地方 但是你看下半身 为什么背景我加了这么多细节 看这幅画里面细节最多的地方 其实不是 就背景的细节最多的地方 其实不是人物的视约中心 相反 人物视约中心的部分 上半身背景细节很简单 没什么细节 背景细节最多的地方放在了下半身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下半身花一点 下面花一点 下面的画面 因为有背景有复杂 背景有很复杂的细节 腿也有比较复杂的细节 看起来花死了 好画好画 大家都不要去看这里了 就去看上半身好了 但是我并不说 这个花就不好看 花有花的好看 花 它的花是为了衬托 衬托出整幅画面 上半身的一个重点 因为这幅画的视觉信息 是含量很大的 我画的很细 人也画的细 背景也画的细 画的很细 信息太多了 信息太多人会觉得头昏脑 所以为了让大家就是 不要头昏脑 所以我就要做一个视觉引导 先看上身 再看下半身 下半身 你仔细看进去 其实也不难看 我画的当然也不会太难看了 就局部 局部有局部的虚实关系 从整体来讲的话 我是希望它花一点 从局部来讲的话 因为推出了近远的层次 所以其实也不是真的花 只不过是暗 暗藏了一些 就是构图上面的有些小方法而已 好的 刚才还看有什么 设计 光影 细节 细节许实刚刚讲过了 边缘 色彩许实讲了 空间许实讲完了 OK 太好了 可以开始开心的画画了 讲了40分钟 其实讲理论 你们会觉得无聊 所以我讲的快一点 好 下面 我会花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做一个绘画示范 然后一边画 可以一边讲一下画画的思路 但是我也希望 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互动 你们也可以在群里面问问题 但是我不一定看得到 因为我要看着画 我要看画 但我如果看到的话 我就回答 如果我突然看到了 就正好看到你的 我就回答一下 但后面可能也会留点时间来 就做一个问答环节吧 但其实我觉得一边画一边就聊 就回答的话 可能就基本上就打完了 好 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其实才40分钟 我们画一下吧 我放点音乐怎么样 一般画画 喜欢放点背景音乐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喂喂 有点杂音的感觉 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 好我放点音乐来听哈 你们会听到有杂音吗 为什么我听到有点杂音 有没有 一点点哈 好了我们开始画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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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准备好了吗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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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个背景音乐的那个音量怎么样 会不会太大或者太小之类的 音量还好吧 不会太大太小 好的 好建一个画布 好这次就是我为了这个直播 其实也准备了一下 毕竟不能就是这么多人来看 五六万人 所以不能就是轻易的随便乱画 是要尊重一下大家 所以稍微准备了一下 准备了一下呢 就是大概讲一下我今天画的内容和思路 我想今天画一个 就是其实是这样 我先看了 我找我一般画画会这样 我先就是找一些图 找一些图 然后找灵感 但这种图呢可能是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图 我看这次我找了 找了一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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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这一张 这张图还好 还有一张是会越来越莫名其妙 还有一张是这一张 就网上不知道是什么图 就莫名其妙就找到了 就随便翻的 我平时会把一些就是有感觉的图 就放在一个叫有感觉文件夹里面 然后就在里面翻一下 那还有一张图 就是这张 就是一张电影截图 就这三张图 是我这次要画画的一个灵感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你们要找灵感 其实不需要很 找那种很明显的 就是很明显的一张 就是一个人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 你要找的是感觉 感觉最重要 当你感觉到位了 画什么都下笔如有神 我想想这三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 这张图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感觉 感觉好棒哦 就是你看这个颜色 还有里面就是光打到里面 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一个东西上面 然后就会觉得就 其实我就就是这种暗部里面 有一个比较亮的一个色彩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背景音乐有点吵 能把它稍微关小一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这个也其实一样 这两个其实感觉是一样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背景比较暗 然后中间一套 一道光打到前面 一个特别亮的一个物体 它从黑暗中跳出来的感觉 太棒了 然后暗部里面还透出一点暖色 就是感觉 这是一张巨照好像 这两张其实同一个感觉 那这张是另外一个 这张是 这张给我感觉是 我特别喜欢这一瞬间的 它的构造感 构造感 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 一个机械 就是像那种 其实我感觉很像是那个 就是那个蒸汽时代 蒸汽朋克机械的某一个零件 我感觉像很像那个东西 虽然它其实是一个 罗马时代一个马车 所以我觉得它的构造感 特别漂亮 你发现没有 这块状还有这种 这里是整块 一整块的色彩 然后这边有一些就是细节 这种对比比比较强烈的细节 然后下面有个暗色去衬它 然后有一些红色去点缀 这个背景 这个色彩就很棒 还有这种线条 这边是大块的一些组合 然后这边有两条线 两条很漂亮的直线 那这个画面里面有曲线 有直线 有块状 有浅色与暗色的衬托 所以我觉得整幅画 这幅画虽然这个截图 它的意义它其实很奇怪 它就是一个马车要倒掉的 但是我们退去这些意义 假设我们把它变成其他东西的话 它会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 平面构成组合的一个东西 所以但是我 是就是这种感觉 给我很爽 所以我可能今天会画一个 就是带点机械感觉的一个东西 带点机械感觉 然后也是一个背景是暗色调 然后光打到一个 这个角色的这个脸上 然后这样 当然是画头像了 画一个机械少女的头像 OK 这就是我的几张灵感来源 我们今天就依照这个来画一下 好 既然是暗色背景 我们就先填个色 时间关系 今天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我 那我的画会 就是我会用色彩起稿的方式 之前我也演示过 用黑白叠色起稿的方法 今天用彩色起稿 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渐变或者叠加 我先填一个深色 之前已经定了是个暖色的基调 所以电影 填一个咖啡色 填一个咖啡色 这咖啡色呢 我们吸一它颜色看一下 它是个什么色调 它其实在 是一个 就是偏红 珠红的色彩 这个色域里边 我希望它往黄色走一点点 往黄色走一点 不要太红 因为后面 因为 可能也是我 就是平时画油画的一个习惯吧 喜欢用褶色 褶色 偏一点黄 刺激色 深的刺激色 做一个底色 然后我们开始画了 画了 在一个空白的画面里面画画 就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比较不舒服的对不对 OK 我们给它一个 一些激励感 这里说到 其实我最近画画的 近一两年画画的 一个CG画画的习惯呢 会受到我之前 会受到我们之前 就是画油画的一些经历的影响 这里起稿之前给大家看一下 我画的一些偏油画的CG 比如这个 呃呃呃在哪里 因为我最近一两年在画油画嘛 那画油画的一些习惯 也让我就是画CG的时候 有一点带进去 呃这是一张就是 呃用CG画的一张 呃就是写写生 画了一个写生 是我在俄罗斯的一个朋友 呃也是我经常用的一个模特 画的太简 画了好几张 呃这是油画风的 然后也画过这种 呃标画的比较细的 呃这种就是也是CG画的 呃就画的很细很细 呃就是想画出这种 像油画一样厚重感里面的 激励感啊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感觉 但是用呃PS里面的很多 呃很多不同的技法来画 呃还有这张 这张是其实我用呃 呃就是就是混合切画笔哈 混合切画笔用了很多 呃PS里面混合切画笔 在表现这种油画风的 技法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就是画出那种 很像笔刷的油画那种 颜料的厚重感 这个零骑士这张 基本上是我这是15年 好像15年画的15年我用这种 偏油画的技法画的第一张作品 当然这张作品其实呃不是很成功哈 只是一个尝试啊 只是一个尝试不算太成功 因为他呃就是画出来 就给人感觉虽然是很有油画的感觉 但是其实挺躁的 我倒觉得哈很躁的 后面会收敛一些了 这专单主要是在尝试这种技法 还有这个青牛大王哈 青牛大王也是啊用这种 就这种画的就不会那么细啊 也没那么造啊 这样没那么造了啊 那控制一下 但我也没抠太细啊 放大看里面的细节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用了很多是那种 他笔刷自带的色彩变化和体积感 来进行一些细节暗示啊 缩小看好像还是挺精细的啊 啊方大看呢 其实全都是各种笔触啊 各种笔触 呃当我我真正油画是这样啊 这个是油画 这个是在这个是在画布上 油画布上画的油画 这个是我在课堂 这是我的课堂写声啊 画的一个 他们办的 假扮的一个苏联红军 假扮的苏联红军 然后 为什么我画这个角度 一般且是很少能画这个角度 因为我是仰着看他 我是这样画 我是这样画的 为什么我会 我会这样去画他呢 因为他当时啊 是站在一个台子上面 然后其他同学呢 都找了很好的位置 就是在比较远啊 就可以平视的角度去画他的 但是我去的时候 因为我是十月份中旬去的 他们已经开课了 我是就是中间插班这样进去 他们已经开课了 开课之后就没有地方给到我画画 所以只有一个大概怎么说呢 就是不到一平方 要半平米的地方 放一个竖着的画架 然后我就挤在他的旁边 因为他站台子上 我就站在台子旁边 就挤在他旁边 这样贴着他在画 就这样这样画 所以让我很巧的 就能画到这个角度 画到这个这样一个角度 画的角度 这个角度就是 但是还蛮新鸣的 正好他是一个士兵嘛 然后就表现这种 就是这样稍微高大一点的视角 感觉还不错 然后画的时候 这个模特他也很开心 他觉得他蛮喜欢这部画 还跟我合影啊什么 很有趣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我去猎兵之前画的 自己在家里画的 自己摸索画的 这个画的很细 但是其实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 代表了一个阶段吧 当时的一个阶段 这是15年好像 15年画的 就刚刚接触油画的时候画的 刚刚接触油画画的第一幅画 但是这幅画给我收获特别大 经过这样一幅画呢 我把很多技法 基本上油画里面的技法 就像过了一遍 就是可能就是我当时觉得 其实我可以用油画的方式来画 来表现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我在CG里面能够画出来的技法 模特多少钱一天啊 模特是 1000块钱三个小时 还蛮贵的啊 所以这张画其实不是全部 就是照模特画 我就是关键部分让他来一下 然后晚上很多是用对照片画的 白天他来两个小时 然后晚上就自己对的照片画 所以前期他需要模特 后期的话很多 因为你看这里面很多东西 其实是自己想的 很多这色彩啊 真的模特是看不到这种色彩的 还有这种激励啊 还有这种透光的小国啊 还有背景的一些变化 其实就是想自画的 那些东西都不需要模特了 在一开始构图和体积感的时候 需要模特 后面就不需要模特 再加上有照片辅助的话 就更不需要了 所以模特也没请两天 这个其实算便宜的 一千块钱三个小时算便宜的了 算就是三百块钱一个小时 不算贵在国内 但是我告诉你 俄罗斯的模特好便宜 而且身材好好好棒 而且就是很便宜 我想看大概三个小时是 三百块钱好像是 三个小时三百块钱 差不多这样 就比国内便宜就是三分之一 但是人家是外模 国内的外模你要三千块钱 三个小时可能都拿不下来吧 国内的外模基本上是国外外模的十倍的价格 所以在俄罗斯也是拍了很多素材 这个是之前画的 然后最近在画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可能风格不太一样了 还没画完 需要再画一下 我觉得在俄罗斯里面学过之后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让我画画更放松了 我之前画画不那么放松 考究的比较多 对于油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和神圣感 所以在画的时候就下笔十分的胆怯 现在的话就画画会比较 就不就是不把这回事看太看太当一回事 就是因为在其实在我平时画画 自己画室其实是画室的环境是非常棒的 就是很大嘛 然后有台很多台子然后休息的地方什么的 画累了可以躺着欣赏 然后就是还有很大的镜子 就是可以看翻转的效果什么的 就是条件特别好 我自己画家里面画室 大家可以看后面就是 但是摄像头无法移动 有机会直播的时候 在我自己直播间直播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画室 但是呢 就是到了俄罗斯之后发现 其实油画并没有那么 就是没有那么金贵了 没有那么精细了 其实你不需要太把它当回事 反而你能够更放松放飞自我一些 因为那个环境真的就是 猎兵他里面的教室的环境真的非常 就是真的非常差 就是就是我觉得环境真的非常差 要说的那个教室非常挤 就是四五十号人挤在一个大概多少瓶呢 五不到一百瓶吧 不到一百瓶的一个一个地方 然后人挤人人挨人 而且你还得考虑你能够从别人的画板 缝隙里面去看到那个模特 而且每天就是为就是那个 马上拿着架子过去就画 也不需要多准备啊什么的 反正就是就是那个在那个很恶劣的一个环境里面 真的你就觉得油画就那样就放松的画好了 不用太去在意它 反而你会就是画的比较轻松一些 所以你看这两幅画 就是其实越画越松 这里还有一个是刚去的时候 刚去的时候画的 这是去之前画的 这是最近在画的 就越画越轻松 我还比较喜欢现在这种状态 跟我平时在画C的状态还不太一样 当然其实要说教室环境恶劣 但是那个教室其实是很宝贵的一个教室 我们画画的教室都是以前就是几百年前 列宾创始以来就学生都在里面画画 就是我那个教室好像就是就是我呃夏天 我有两个教室 夏天在那个教室其实是就是以前列宾画画的地方 就他自己的工作室 就是列宾自本人的工作室啊 就几百年前他就在那里画画的 你不几百年前他就是两两百 一两一百多啊 就是这样在里面画画的啊 所以他们就是那种传承感很强烈 你踩你上去教体教室里面 去教室的时候踩到那个很破损的 很有古代感觉的那种阶梯 其实就是就前人们 你看到那些很名画的画家 他们踩过的阶梯 每天他们就就是这样跟你一样 走上去画画的 所以就是他有另外一种感觉 另外一种珍贵的感觉 OK 就不谈不谈不谈太多了啊 大概是这样 但这幅画还没完成 还需要 我就拍了一下 今天大家给他看一下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下面这部分 我希望他跟上面的在 就叫做 刻画方式上再衔接一下 好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就是会带到一些 我平时画画的一些想法 OK OK 不说了哈 用一个叠加图层 叠加 然后就吸本色吧 随便刷一些基里 选一些基里画笔 这个无所谓是什么基里画笔 你就选一些基里画笔就行了 浅一点颜色可能太深了 浅一点 浅一点色彩 然后去刷一些底子 你可以吸浅 一会浅一会深的 一会浅一会深 然后一会轻一会重 然后让些底子 当然一种底子的话 可能稍微单调一点 我们再增加一层 用一个其他的纹理画笔 看看 再来一点 刚才说就画笔要选不同的画笔 比如刮刀吧 不同的画笔 然后让机里显得自然 显得丰富 变化多端一些 放松 画出的放松 其实这不是什么 这种画油画的话 就是这个叫打底 我们可能会先用很稀的 就说不加太多油 就可能松节油 多一点松节油的 就是用很透明度很高的这种 褐色 属褐色 或者是草绿色 也可以 来做一个底子 然后再在上面去画东西 我一般喜欢这样 就是在暗部里面慢慢提亮的感觉 本来这幅画 我们基调 定的一个比较暗的 暗色的一个基调 只能说过了 当然这一步的时候 还是要建立一个趋势 比如上升下潜的趋势 通常我们会做一个上升下潜的趋势 为什么呢 因为大气环境里面 大多数是这样子 你在水底的话 就是上潜下升 但是在大气环境里面 是上升下潜 比如你看一下天空 肯定是上面比较深 靠近地面变潜了 所以上面压深一点 上面深一点 下面浅一点 浅一点的话 OK 就是检测稍微涂一下吧 激励不要太 对比太强烈 太强烈的激励 会影响你前 你后面的一些判断 它毕竟只是背景 打个底 好了 这样一个底子 是不是让我们觉得 挺有画下去的感觉呢 就比较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我以前不用线的 这个这一步我会用到线 铅笔 用线 用叠加 可能是叠加 吸个叫声的颜色 就去上面画一个大概的形 定一个大的构图 但是我不会画的特别细 不会像画二次元 那么风格 画那么的细 它大概定一个 这个比如说画一个人头 然后人头呢 抬起来 这个脖子 然后它的一个视 带着仰视 带着仰视侧面一点 但画错了要擦 擦一下 然后稍微修一下 带着仰视 十字交叉的地方 就是它的眉心 然后可能养的多一点 下面还可以加这样一个弧线 这个弧线是什么 这个弧线就是下巴 下巴的透视线 下巴跳抬起来 就是透视线 然后依此你会画一个鼻子 鼻子一般我会 朝下的话 我会画两个就是鼻孔 就是鼻孔的位置 然后定一个大概的一个 大概大概的一个 这个叫做 叫做大概的一个透视 画的很草 因为我其实很少画 我很少画线稿 所谓的线稿十分丑 但是没关系 我只需要让我自己知道 我画的是什么就行了 大概但是我告诉你 你也知道我在画什么了 定一个大的位置 不需要画特别细 画细了 我们这种写实风格 你画细了 就是线稿画细了 反而影响你后面的发挥了 大概等一下 好 这个是一个大概 我们一个就是人 大概就文化的人头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 给他给他一个什么装饰 大概就这样 我装饰呢 其实就乱 现在就乱画一些东西 这个装饰 其实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说画机械上去 肯定是上有机械吗 甚至有机甲 甚至有盔甲什么的 大概就随便画一下 就乱 就说代表这个地方就有细节了 就乱搞的一些线 交叉的地方 就说明这里有细节了 有细节了 还有上面 下面什么呢 上面可能也有点吧 有一点 其实设计是最头疼的 设计是最难的 就是哪里放什么细节 哪里有细节 哪里没细节 其实是最难的 没关系 我们想想刚才我们那个 就是设计那张图 就是给我们很多灵感的那张图 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 看看这种感觉 块状 线状 深色大块 然后线条点缀 这种感觉太棒了 太美了 OK 把它记得心里 我们这设计的下笔如有神 不是照着它去画 照着画就没有意思 而且它不适合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这种感觉 OK 它会有这样的感觉 啊 陶冶自棋 就这种起稿阶段 一定要进入一个 就是沉醉进去的个人空间 沉醉进去的个人空间 就现在你要感受 啊 好爽 又可以画这么好看的一幅画 就是哇 你就想象它画完会是什么样子 就把你自己给 把自己给骗过去 把自己给陶醉了这样 把自己给陶醉掉 好了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陶醉了 OK 我不想再画再多更多的东西哈 然后差不多我就可以开始 用了感觉开始就是画一些东西 画一些后续的东西了 那么比如喷枪 那先柔软一点的喷枪 不不不 我用这个基础2 基础2 呃 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 直接用色彩 我们色彩可能是就是呃 偏白一点的肉色 偏白一点肉色 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直接手机打开你们的那个 QQ音乐 然后 听歌10曲 不就OK了吗 不就有了吗 哦 你只有一个手机 那 可以用电脑 电脑有这个功能 看一下之前我们的感觉 什么感觉 黑暗之中一点白 啊太爽了 黑暗之中一点白 就是有种感觉 感受一下 诶 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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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黑暗中一点白 这肤色 肤色 不要平涂它 不要平涂 并且不要 不要这样涂啊 不要这样涂 涂平了 涂平了就死掉了 清清涂涂 然后加上一些什么小笔触 这些的 然后仍然根据你分析的光影来 可能暗部我们下面要加点深色 就下面这些地方哈 加点偏暖的颜色 通常越靠下的地方我们越暖 就是我一般会把靠下的面画成偏暖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暗部的反光 暗部的反光我们通常会靠朝下面会反射地面的色彩 或者反射到身上肤色 这不管是大地土黄的颜色还是肤色的都是偏暖的哈 所以一般靠朝下的位置 我们习惯把它画点偏暖 但是也不一定 如果是穿进蓝色衣服 可能是反射蓝色 那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这个我们就不钻牛顶尖了哈 就是通常我们一般就这样去做 好了 大家看到吧 就是一个养养头的少女 头养起来 然后这个做了一个很销魂的表情 然后呢 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这个技法可能不适合太新手的同学来学 就是你会看的就是有点云里雾里 待会忽然之间就就不知道怎么啦 就是现在可能还看了 待会你可能就看不懂了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时间有限 今天时间很短 我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给他画点效果出来 所以我如果说用很普通的 就是很基础的技法去画的话 就画不完 就太慢了 知道吗 所以我就画的比较快 就要必须得直接上色了 所以但是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会有很多技法了 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线高上色啊 比如说黑白叠色啊 就是方法其实蛮多的 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所以今天来看的同学呢 可能有画的好一些的 也有比较基础一些的 那么大家就就是随便看看好了 就是可能无法满足所有同学的一个需要了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其实我觉得今天讲技法 讲方法是次要 关键我们讲感觉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说我们这幅画要画的有感觉 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感受 去安排你的画 这个我觉得比比那个 就是一些单纯的一些技法 还更重要一些 其实很多人技法是很强的 但是这种画的画就是一直比较平静比较多 可能就是 没有真的交出自己 你能交出真的把你自己交出去 用一些块面来切出我们其实很简单要说的话 深色块浅色块面来切出我们要表现的一些东西 然后 然后 好 这边 越来越来明显越来看得懂 对不对 越来越看得懂了 等等等等等等 来 我这下面 这个地方比较难画 分析一下这个下巴过来 你看额头 额头用什么颜色 额头用的是橙色 这个面 跟额头的朝向是很接近的 所以它有这个颜色 看到没有 然后脸颊是亮的 那次是暗的 所以目光是从有点偏 右 右的 就是 应该是 右下方 其实是这样一个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一个光 因为我希望他的眼睛是一直在暗部 在暗部的眼睛 就是让人觉得有点神神 有点神秘的感觉 不想就是光从上面照下来 上面照下来是神圣 很神圣 神圣光 从上往下 因为从下往上的光 斜下方的光是一种神秘光 她是一个神秘女 你们看累了就叫我下课 我就休息一会 因为现在刚开始 估计你们还没累 其实看别人画画 是挺累的一件事情 我看别人画画 就是除非我自己也的画 我一边画一边看 可能 就一般人我看教程 我就会跳着看 所以 所以你们不妨跟我一起画也可以 这样会比较好玩一些 有时候我自己画画 我自己在家里画画 就挺无聊 就是一个人画 太寂寞了 很空虚 那我就 比如说我就 那个开一个直播 开一个哔哩哔哩 那直播 不管谁在画 找一个看比较顺眼的 然后就跟他一起画 这样 挺有感觉的 比一个人画画 不会像一个人画画那么寂寞 毕竟画画这回事 常常我们都是会很寂寞的 因为需要一个人花很多时间 在就是慢慢的 在自己小世界里面 不断的去 去酝酿 所以但是 如果真的喜欢画画的话 其实他也不会 你也不会觉得太寂寞 你会觉得其实也是一种 人生的修炼 注意虚实哈 今天我们讲虚实 所以你看我现在 有的地方一开始实了 比如这个鼻子 鼻子这里是不是开始实了 已经 因为鼻子它是一个 向外凸起的物体 向外凸起的物体 这个鼻子形状轮廓 牵涉到它 就它的长相 所以鼻子一般 我们通常不会去虚化它 鼻子轮廓 一般 我们要把至少鼻梁 会是比较强调去表现的 鼻梁 鼻梁 鼻头 这些比较体积感 比较强烈的物体 但是鼻翼 边缘 比如像下面这地方 我可能会让它稍微虚一些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聊天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回答 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笔刷 这个是 其实是 我的笔刷 都是这样子的 我笔刷就是 我从网上下载的一些 比较好的笔刷 可能各位不同大大分享的 一些笔刷 然后经过自己的一个习惯 去进行改良 这个笔刷是我自己改过的一个画笔 它是画出来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但是你用力 轻轻画是这样子 带纹理 用力的话 它是带一点色彩波动 我这里开了这个 就是这个画笔 这里我开了这个色彩 颜色动态 开了这个色相抖动的 开了色相抖动 就是你画出来 它会有一些色彩 抖动在里边 这是我的基础2 基础2的画 这个画笔 怎么黑白叠色 就是你先画上画出一张黑白稿 就用素描关系 不画颜色画出来 然后你再就是用叠加 还有颜色简单 或者强光 这些带图层属性的 这个图层 去把它颜色叠上去 就是这样那个也有一个方法 我在其他的一些教程里面有用到 画不多大 画不 1800 升1300 起稿不画太大 太大了 反而你画不好 就太大了之后你会画的 怎么说你画的 你会画的觉得 画不起太大了 你会觉得就是纹理 就是不明显 纹理会变得很淡 就是你的画笔 画笔的纹理会变得很淡 我画两笔 待会再回答问题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要集中精力 你们基本上要打哪个水平 这个算不算打广告 但是水平还是要有点基础的 基本上是我们学校基础班 毕业的水平 就是说要有一点美术基础 但是也不用到大神级别 反正一般我还不会 就你水平没到的话 我就不让你报名就行了 你可以试一下 郁姐 又是个郁姐 对 我特别喜欢画郁姐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画不了 我画不了那个萝莉 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画萝莉画多了 我现在画 我现在画的是漫画 知道吗 我现在画的是偏 就是B站上面 这种日漫的感觉 画比较多 所以我画了很多这种 我的网站上没放 没放这图 可能放了一张吧 不知道放了那张没有 没放 没放 有一张叫欧若拉的图 是当时的代表作 就是很日式的一张作品 这个时候 我要集中一下精力了 因为这个时候 开始画五官的位置的话 就稍微有要集中一下精力 现在再稍微讲一下吧 就是这个起稿的时候 先定五官的位置和轮廓 然后把大致的形状快速的抠出来 就是用块面的方式来表现 比如这一块是亮的 这块亮的 这块亮 你先把这个人分成几个大块 比如这里有一个大块的亮面 这里有一个大块的暗面 然后这里有一个亮面 这个暗面 然后把这大的轮廓面分出来之后 再去分小的面 就是起稿通常是从大面到小面 先概括大的面 然后再概括小的面 然后画到细节的时候 就不是面了 就是画点 就先画点 比如你看我这里 先画的是这个深色的点 这里先画的嘴唇的这个点 把细节 画到一些细节的时候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小的转角变化 所以这里会产生一些光的死角 这地方就可以掐一些小点 这些死角 这些小点就是帮你定位的 放定位的东西 画点 眼睛我一般是最后画的 画龙点睛 我点不好就特别难看 我很害怕点眼睛 所以放到最后点 最后再去画龙点睛 画妹点睛 看得了什么 对我选的音乐 就是选了一些比较适合 当背景的画画背景时候 背景音乐 其实我平时听的音乐非常杂 不一定是 不一定这种类型的 就是我挑选了 今天直播用的一些 适合在直播时候播的音乐 平时听的音乐非常杂 然后有的时候给我们同学们放我 平时听的音乐 他们觉得很不可理解 为什么这两首歌 可以出现在同一个歌单里面 因为我平时我喜欢的 就是音乐类型是蛮蛮多的 就是好听的 我都觉得 很多类型我都还觉得 都还能接受 而且画不同的风格的画 需要就是不同的背景音乐 帮你去升华你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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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 最近听多了都会唱 下巴是不是太太太厚 经常翻转画布 观察你的画面有没有问题 翻转画布是一个方式 翻转画布 观察一下 好 其实起稿就可以保持一些虚实关系 你看这个地方 我是用的比较虚一点的 因为鼻子这里很实 然后下方 你看鼻子上方是实的 下方我就虚掉一些 刚才讲的边缘虚实 今天正好用上 起稿就要虚实 这里讲一下一个观点 起稿就要好看 不要起稿很难看 慢慢把它抠好看 起稿就要好看 起稿好看怎么好看 就是一个是形要准 第二个是光源要分析的比较清晰 不要一开始就是随便乱画一些光影 后面去调整 最重要一个是起稿的时候就要有感觉 这个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虚实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一开始起稿你就画出 我们的 比如你看我这个嘴巴比较实 鼻子比较实 然后眼睛比较虚 就显得眼睛比较神秘 一开始就带了一些虚实的变化感觉 一开始带有光影的色彩感 让你画面每一步都能够吸引你自己 让你自己陶醉在其中 我们今天才 我们才会就是画的东西才会有感觉 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画 就画到这里 你就哎呀好难看 不想画 那就真的不要画 你就停下来思考一下 到底哪里出错了 到哪里有问题 哪里让你就是觉得 这幅画你都不想画下去了 就像 你怎么会讨厌你自己的孩子呢 你的作品都像是你的 每个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你为什么会讨厌你自己的小孩 他肯定是出了问题 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我们再一起往前走 所以现在我看看 看有没有感觉 还有一点感觉 还好 我看一下你们在聊什么 旋转画布 怎么旋转画布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不想告诉你 因为实在太简单了 我不想讲 好吧 讲了 讲了 就是这样子的 旋转画布其实就是 有一个快捷键 有一个快捷键 默认快捷键 你按那个快捷键 就旋转了 但那快捷键在哪里呢 你要去这个设置里面找 这里边就是 就是在这里文件 然后就编辑 好像有键盘快捷键 这里面你可以找到那个 找到那个就行 但你可以改 改的话就是在上面 你直接改去 我要那个 你看轻轻的画这个眼睛 因为我们近处 就是近视远虚 对不对 看近视远虚 嘴巴比较近 对不对 眼睛比较远 所以嘴巴比较实 眼睛比较虚 画了眼睛好怕 我怕画眼睛 就是一画不好 就一十足千古恨 所以 果然 果然画咋了 没事 慢慢改 还有机会 画CG最好的 就是你可以改 还有一个方法是 翻转过来判断 翻转判断很重要 因为我们经常就是 一个角度 你可能很难判断 一翻转 你就从另外一角度去看 能看出一些问题 眼睛太小了 很大点 我需要静紧 我想静紧 仰视 睫毛 上方的睫毛 向上翘的话 我看到更多的 上睫毛 因为它是向上翘的 仰视 但是不要把睫毛 画成一根一根的 一根一根的话 就 就不虚了 就太实了 我们要画的 虚实结合 有一些地方 你可以画的一根根的 有些地方 就是不要换的 赶紧推过去 然后其实下眼瞼的地方 下眼瞼的地方的话 可以稍微带点 就是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卧蝉 还是什么 叫卧蝉 带来卧蝉 我告诉他一个 就是一个心得 就是 你画眼睛的时候 你想画大眼睛 你画大眼睛 你画大就觉得很奇怪 很假 觉得不像是大眼睛 像什么呢 像就是像一个怪物 眼睛太大了 但是你又觉得 你不画像 你如果说不把它画大 你觉得眼睛太小不好看 你怎么都找不到 那个合适的度 不知道怎么画 他那眼睛就是 又大又不大 又大又不太大 告诉你 其实这样子 其实是因为 你没有画卧蝉 你的眼睛已经到达了 他该有的大小 但是你看起来小 是因为你没画卧蝉 如果说你不画卧蝉 你只是把眼睛放大的话 他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如果说 你就是画点卧蝉 眼睛就会显得大 而且不会让人觉得是 就是眼珠那么大可怕 所以大家在画眼睛的时候 可以考虑这个 其实女生化妆 女孩子化妆也是一样 就是眼影 为什么要画眼影呢 就是为了 让眼睛一种扩散 扩散向外衍生的感觉 其实很多女孩子化妆 会把卧蝉下面 要耿耿画一条 就是为什么要有卧蝉 我有卧蝉呢 有一点点 就会显得眼睛大一些 其实最近 因为我找模特来的话 一般我不会让他们自己化妆 我就是 因为我不同的作品 我需要不同的妆容 有些要清淡一些 有些要浓妆艳抹一些 所以我就会让他们来了 这我帮他们画 所以最近学了化妆之后 我觉得对我画人 其实也有一点帮助 其实我有画女生 但是女生的图 没有一张完成的 女孩子图 没有一张完成的 其实我很痛苦 就是这一点 女孩子图 觉得怎么画都画不完 头你这样了 不能再画 再画的话 你就陷入这个细节中去了 陷入细节中去 你就拔不出来了 我们 而且告诉大家 就是你们在 就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你的发型 你的服装 特别是头附近的 这个装束 装容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就是他的长相 就是他这个长相 该配一个什么样的帽子 或者配一个什么样的头盔 这个其实都是有 就是有他合适的款 如果说你只是画一个脸 不去给他配发型 不去给他配 这个装饰的话 你有可能就是画了装饰 就发现他变丑了 他变得很丑 就是因为他不适合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结合设计来 结合造型设计 来去画他的脸 所以待会我画了发型 或者画了他的一些装饰 我会改他的长相 因为他肯定会变得不合适 要配合结合设计 再调整长相 在计划之前 我们抠几个细节 我要抠几个小细节 就是点就我们去了虚实 该实点有几个要抠出来 一个是这个嘴角 就选择较劲的部位 嘴巴是靠比较劲 对不对 嘴角靠比较劲 较劲的部位 把这个边缘扣一下 好多人给我喂食蜡条 我已经喂的很饱了 谢谢你们 看几点了 一个半小时 九点钟 快嘴咯 眼睛和鼻子角度不一样 好适合点啊 我看一下 是有 点 点 是这里 我哼一下没关系吧 有时候情不知尽会跟着 律动起来 算 牙齿点一个 牙齿千万不要去画这样 一根一根的 不要这样去画 牙齿就让它一平的好了 你看我把嘴细化 常常都会这样 细化就会变丑 因为 为什么 有个同学会问 为什么我一细化就会变丑 或者是你一细化就会变丑 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没细化的时候 很多 留了很多想象空间 给我们的读者 就我们观众 留了很多想象空间给他们 当你一旦细化 把这个想象空间破坏之后 你必须得让你填补的 那个信息啊 是足够 足够让人觉得 好的信息 足够好的信息 如果你填补的信息并不好 或者是不够好 或者没有原来好 那它就真的变得 没原来好看了 所以细化的时候 其实是把那种不确定的 巨无缥缈的想象空间 给人给 去掉啊 就是你破坏了那些想象空间 但是留下的是什么呢 留下的是你的确定的信息 但这个确定信息要足够好 这角度我还画过 有点像我画经济皇冠的 那个角度 这是画的一个女孩 好不能不能那个在一直 现在这个陷入他的这个脸里面 我看你在聊什么 你像我在 我在酝酿这个设计要怎么去做哈 我在思考 啊不行 一定得画了 有时候我会在这一步停很久 其实告诉你们 我自己画画的时候 我会在这一步停很久 我会怎么样呢 我会就盯着它看 就盯一直盯着盯 大概盯多久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 就这个时候是在思考到 就是我在当地 在我的脑海里面就 进行了天人交战 各种的方案就在里面 就是大脑里面刷刷刷 然后最后决定 诶个方案不错 就这样 但是今天不行 我必须得就画 就画 管他都就画了 反正我之前不是有一些参考图吗 那种感觉 其实还是这种 感觉吧 嗯 就这种感觉 金色哈 我那尝试一下 金色 红色 棕色 这种配色 试试看 哎呦 这个颜色 波动太强烈了 换一个没有太多颜色波动的 或者有一点点也好 不要太多 其实这个我会 这个笔刷是这样 你可以在这里 打开颜色 抖动 人和动态 这里饱和度 调低一点 动态 小一点 在起稿的时候 有点这个色彩在下面 其实会有感觉 你看我这个放大之后 是不是 其实是有很多小色彩在里面的 这个在油画里面是很好做的 在油画里面根本不需要开任何色彩抖动 你调了颜色 那个笔 你的笔脏脏的 就自动就会带出这些色彩来 但在CG里面只有开那个效果 就现在还是有点脏 没关系 没关系 可以接受 把度降低一些 其实我现在这个都就是随便画 就像一开始画那个线条一样 就随便乱画了 就随便先画一些 就是你大概画一些东西出来 但是就是大概跟思路 不用画的很很很仔细 你就随便画一些 不用画的特别特别细 或者想的特别细 这个时候就是找感觉 这些感 就是 这些乱的笔触会给你提升一些 提供一些灵感 说不定漫画的话的这些灵感 渐渐就出来了 当然你画一些颜色 一些效果就出来了 就是用一些乱的笔触去寻找感觉 找一些方案出来 好 看我现在有些感觉了 有些感觉了 那我感觉呢 应该怎么去感觉呢 用变量模式 变量 变量模式 变量模式就不会把里面涂到 好 然后这个宝盒降低一些 低宝盒变浅一点 OK 然后再加一个 这边再涂一下 慢涂一下 最好是不要挡住他的脖子 脖子这里有很漂亮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锁骨和他的这个 凶缩乳骨机 这个鞋 这个细节是很好看的 一定要尽量 不是说一定要 尽量把它录出来 凶缩乳骨机 女性的脖子 这个锁骨 凶缩乳骨脖子 脖子这一块 这个很多人觉得 女孩子的脖子 不像男孩子 有这个 有很多的结构 或者是 这个叫什么 猴结 但是越是因为 正是因为这个结构少 所以这个结构才不能放过 这个 这个凶缩乳骨机的结构 所以我想把这个 凶缩乳骨机和它锁骨 表现出来 而且你看 这里是一个圆 是一个块 一块面 然后块面 加一个这样一个线 是不是很好看呢 形成一个螺旋构图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需要一个 向上衍生的线出来 这个线是什么 就是这一块皮肤画出来 浅色的部分 形成了一个块面 就对 听到很嗨的歌 人们就只想 点点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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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这里部分稍微虚一点 毕竟主体的边缘也不是很实 我发现这里一个深色很好看 我们在这里保持一些深色 就是我们画面中需要深 需要浅配合 但是深色部分呢 尽量以点状和大块面的形状出现 什么叫点状和大块面 深色部分 就是说深色部分很少 比如鼻子鼻孔嘴角就是点状 因为如果你出现很多的话 它可能就会显得怎么说呢 就会显得很脏 所以说深色一定要是点状 这里掐一个点 这里加一个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两个极端 还有最后就是大块面 比如左下角就很大块面的深色 也不会脏 因为它是形成了一个整面了 所以也不会脏 所以我们不会加太多的深色 但是一旦出现 它要么是极端的点 小点 要么是很大的面 就少一点 深色就是那种叫做黑色 应该说是深黑色会很脏 如果让为了让深色不太脏 的通常一个做法 我会把它加入一些高宝盒的色相 它就不会显得太脏 比如说加入暖色 我喜欢加入暖色 在暗部 怎么画斜方机啊 我做过一个斜方机的动图教程 你去看一下就知道 我希望有些干扰我 cheese 详 這裏這裏有一個這個 脖子下面這個結構 其實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不是有些時候 就是偶爾 偶爾我也會這樣就開著這個視頻這樣畫 為什麼呢 需要看結構的時候 這樣看一下就看出來了 就要看一下 就比你用手機拍照還要來的快 這個角度這光 怎麼 自己在家裡無所謂 但我現在要稍微收臉一點 上面遠處 就是上面遠處的近視遠虛 上面邊緣稍微虛化一下 要虛掉了看到沒有 下巴還是硬一點吧 這裡稍微硬一點 這裡掐個硬的線 因為下巴畢竟是凸起來的部分 而且下巴畫虛了很像長鬍子了 就是毛毛毛茸茸的像長鬍子一樣 所以下巴還是不要畫太虛了 下巴就是畫實一點 雖然下巴比較遠 但是沒辦法 這位置綜合判定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口訣是相 相矛盾的 比如說近時遠虛 近暖遠冷 但是上時下虛 上冷下暖 這些口訣 其實有時候會自相矛盾 比如說這個位置 它也是靠上的部分 上時下虛 它是靠上的部分 但是它又遠 那到底是虛還是實呢 就自己判斷了 你看哪個是站主導 你說誰贏了 你說是實贏了還是虛贏了 實贏了就畫實 虛贏了就畫虛 你自己判斷 在你的大腦裡面去衡量一下 呃這個不爽 這裡不爽 對比太強烈了 現在臉上其實顏色有點髒 後面我有一個辦法 把它一下子變乾淨 但現在不能做 現在做了就太早了 會讓我的感覺一下全部丟失 多謝 現在幾點了我看一下 呃10點了 我再畫 畫一個一個小時左右吧 那想不想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吧 下巴也奇怪哈 好 把下巴調好之後 我們再那個再繼續 先把下巴調好之後 再繼續啊 調一下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是不是有點太寬了 太尖了是不是 太粗了哈 其實是這樣 因為 因為現在這樣哈 你看這個 這個下巴 它到底有多寬呢 其實很難講 因為很難講它有多寬 因為這一條 它不像我們畫平時畫一個下巴哈 就是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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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一個一個下巴 尖尖的就看 看著它的 多尖多寬看得到 平時角度 但是這個角度的話 它這一整條都是 所以我想在這裡哈 加個高光 加一點點小高光 讓這裡 突出來一些 讓暗示說 這個角度 這裡 是 下巴翘起來的地方 翘起來的部分 就是 這個是 讓旁邊稍微暗一點點哈 那這就是暗示的下巴的位置 稍微調整一下吧 這個透視確實是比較 有點難 很難畫的 極寞餐廳 你耳大哥在忙著 午夜的月 想要午夜的街 手已捕捉 然後 沿著 達四十五 好 啊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請為他坐下一碗面芒 沒等到你的生日 你就很想怕 寂寞殘天 令人們留在家中 聽過這首歌嗎 是趙雷我之前這首歌 寂寞的眼睛不停 眼睛閃爍 請他很寂寞 快剪掉那憂愁的重法 離開這個慌愁的存放 這裡沒有人會唱 寂寞的那些 這段非常仔細的去畫 幹嘛你覺得這個 這個音效很奇怪嗎 其實還好吧 給你看點奇怪的音效 HELLO 大家好 這個時候唱印度歌 印度歌的時候 開點這個音效 HELLO HELLO 怎麼我聽有人在說話 聽不到聲音大臉 喔喔不不是音樂裡面在說話 好 好 掙手 先這樣吧 後面再夜化吧 實在不行了 後面重一下 阿剛剛說要休息一下 其實現在我也不想休息了 怎麼辦呢 你們自己休息吧 我不休息了 愛休不休 我现在做设计 其实我很怕做设计 因为很难做 分个层吧 想想可能这里会有一个 什么东西呢 哎对 打开面罩对不对 来 上面一个面罩 躺着然后打开面罩 上面是个面罩 这样要打开 这样打开一个面罩的效果 然后这里有一张光 从右下方打过来 蒙昧音响 现在是什么 这边一下还是有点意思 我现在就会打开一个面罩 就会打开了 这个门就会打开了 就会打开了 写人 让我打开了 让我打开了 往远处看一下 经常缩小远处看一下 往远一点看 现在是快发模式三倍速 所以我的声音会有点变化 你看我画的画笔就很快了 现在你看那是录播 三倍速播发 加点颜色 暗部里边加点高饱和度的橙色暖色 这个可能是铁锈 锈坏的 反正这里需要这个颜色 就感觉它需要这个颜色 为什么感觉它需要这个颜色呢 也许就是传说中的色感吧 有的时候一笔颜色你拿不准的时候 就先涂两笔上去 比如这个颜色 涂两笔上去 你不知道好不好看 然后调 总能调到你觉得好看的颜色 特别是需要变化比较微妙的地方 黑沉睡的电影之王 这个 这个 这个创意太好了 谢谢你 我来画一个画筒给它 这创意太棒了 然后这里再画一只手 这样 那其实很有故事感 谢谢 其实真的是 很多经常上课的时候 也许同学们给我提了一些建议 或者是直播的时候 朋友们的建议 我觉得其实挺有用的 我不行了 我自己受不了了 我把调回来吧 受不了了 还有一个 这个声音是更加夸张的 就算了 所以我们还是调回来 自己都受不了 看这个手的姿势 可能需要 要画到手 那构图要改了 这边 构图要改一下 这不好改 要画大了 那岂不是要画更多东西出来 那岂不是很累 听到背景音乐就好像他在唱歌一样 慢慢就是从沉睡中苏醒了 电影之王 被自己歌声给惊醒了 被自己的歌声惊醒了 这怎么回事 就睡觉唱歌 做梦游唱歌 然后把自己唱醒 那 blessing 你想想这次他在唱歌 这个音乐不错 可以 这个音乐很错 好 想想这次他在唱歌 需要畫手嗎?可能不需要畫手 手畫上反而覺得有點 這邊要不要畫這手 不畫則一眼,要畫就都畫出來算了 這畫就是摸他自己的額頭 大概這個意思 這個時候我也集中精力了 因為我還算這個走的角度和他的動態 所以我集中精力 所以就少聊兩句天了 這個時候我也集中精力了 比较难的 画手很难的 都是你能够出的难题 谁出难题 谁够出的难题 头上只手要这样的话 这里手臂也抬起来 这只手臂得这样抬了 就这里得抬起来了 就这样 这个姿势吧 这姿势吧 就机械割王呗 比如上面这个位置 这个盔甲太机械化了 把它改一下 就太机械像机械战士一样 就没有割王的气质了 把它改成一个 也是机械风格 但是带点那种 什么呢 这种装饰性的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 这种装饰性的 就是 有什么样的 这种装饰性的 有什么样的 带点 带点 就是 那种装饰性的 就是 这种装饰性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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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有吗 学会 有吗 有吗 感谢观看 有吗 感谢观看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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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息 10分钟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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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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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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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画画的时间 但是会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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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白的对白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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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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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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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再见再见 有吗 有吗